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储贫医学院 今天是周末 周末八点钟 非常感谢大家 在周末的假期当中 都来学习 这种学习的态度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当时在 我年轻的时候 在学习的时候 也是这样 经常利用晚上 周末的时间 来给自己充电学习 学习部分先后 能者为师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阴沼风水 终极班第二课的课程 我们在这个第一课的时候 跟大家讲了 这个山河水法 山河水法 它注重十二掌声 注重十二掌声 主要是水 要从这个 集方来 从松方去 水一定要 湯区而来 一定要过名堂 这些山河水法的 一个重要的标志 那么今天呢 也会跟大家讲 另外一个水法 叫做九星水法 这个九星水法 在社会 在 实践 在社会实践当中 也是非常的有用的 这个九星水法 山河水法 一般用在哪里呢 山河水法 可以用在 有水的地方 或者说 只有道路的地方 都可以用 山河水法 请记住啊 山河水法 可以用在 有水 有河流的地方 也可以用在 没有水 没有河流 只有道路的地方 但九星水法的话呢 就一定要用在 有河流 的地方 这样的话呢 你用了 九星水法的话 如果有河流的地方 我建议呢 还是要用 九星水法 我在平时的 实践当中 也是这样的 在有河流的地方 我用九星水法 在没有河流的地方 我用山河水法 来做 这是第一个 区别 两者的区别 以后九星水法 你们天天 会在群里面 或者说 在看某些书上 或者说 在电脑上 你们会讲到 这个方挂掌 你们天天会说 这个方挂掌 其实这个方挂掌呢 就是九星水法的 一个重要的技巧 重要的技巧 我刚刚在群里面 也发了 这个方挂掌 九星水法 方挂掌的一个表 你们就不用 记那么辛苦了 以前我们 没有电脑的时候 没有手机的时候 就经常都在 手上 进行这个排排 进行这个排 但现在呢 有了科技的发展 我们很多时候 就不用 在手上来排了 有一个 快速 学习的技巧 就是偷机 奇巧的技巧 就是说用手机 把它给保存下来 保存在你需要的文件里面 你有用的时候 你把它给 翻出来看 就OK了 就OK了 好 九星水法 今天我要讲一下 什么叫九星呢 其实真正真正的 说的是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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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 台湯南雾 二黑 巨门土 山壁 鹿醇土 四绿 文昌水 五黄 年增火 六白 五起君 七次破金水 八白 八白 左辅 右 闭土 这些东西 记一下就好 记一下就好 它其实说白了 就是一个符号而已 你如果是一个外国人的话 你可以用ABCD来代替 用ABCD来代替 其实我们要遵从古法 说这个 这个汤南水 巨门的 六群之水 门昌水 从严征这个方向来的水 从五曲这个方向来的水 九星水法 它重于 重了什么 等一下再说这个 九星水法 它注重 那水 九星水法 注重那水 这个水 从哪里来 它非常的注重 而三合水法的话呢 它注重去水 水从哪里去 非常的注重 这些有点区别啊 这有点区别 好 记住这个 九星水法 其实是八星啊 其实是八星 那么 你用九星水法的时候 有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 立项用地盘 立项用地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当你立项的时候 一定用地盘来立项 立项用地盘 收水 纳水 用天盘 比如说 高山 高山 刚好有河流 从这里过来 两座高山 夹着一条河流 刚好有河流也过来 这个时候呢 你就用天盘 来量夺 这个水 纳水 水从这里来嘛 量夺这个位置 量夺这个位置 再用天盘 来量夺 这个位置 量夺这个位置 水从哪个方向来 从哪个方向去 水从哪个方向来 从哪个方向去 一定要用天盘 去量夺 那为什么 这里要突出一个 立项用地盘呢 因为九星水法 它有 这样的一个规定 这样的一个规定 一定要 尽阴尽阳 这个四个字 一定要记住 这四个字 跟三合水法的 重要的区别 它一定要 静阴静阳 晚一点 等一下就会 跟你解释 什么叫 静阴静阳 静阴静阳 这里可以讲一下 第一个 就是说 如果 你们一定要记住 双三五行 这个概念 双三五行 这个概念 双三五行 这个概念 静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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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旁里面 一个静阳 一个静阳 这个双三五行 就说 静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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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它们立项的时候 都是立在双三上 立在双三上 要不立在 在任三上 要不立在紧三上 但不管立在 哪一个 上面 它只要是属于 双三五行 里面的 都是按一个方向来看 按一个方向来看 这是一点 双三五行 一个概念 OK 那什么叫静阴静阳呢 主要说 如果你收水的时候 就第二概念 收水的时候 如果是从 任子过来的 从任子过来的 你要判断任子的阴阳 判断任子的阴阳 那么在 这两个字 这两个五行 就必须得同一的五行 必须得同一的五行 不能说 任子 或是执鬼 混在一起 它们两个三 五行 阴阳 阴阳 阴阳一定要一样 阴阳一定要一样 你才能够收这里的水 如果两个三 阴阳不一样的话 这个水是不能收 这个水是不能收 第一个 说的 静阴 静阳 这第一个要讲清楚的 这个收水 这两个字 任子 或者执鬼 或者说鬼丑 或者说丑 更 或者说更淫 它都可以收水 都可以纳水 但是呢 如果 它们两个阴阳 不同的时候 就不能够纳这个水 只有它们两个阴阳 相同的时候 才能纳这个水 这个是 静阴静阳的 一个概念 等一下会讲到 第二个概念 第二第三 第四个概念 什么叫静阴静阳 什么叫静阴静阳 首先 静阴静阳 重点讲静阴静阳 我把这个静阴静阳 讲清楚 你们就懂 再讲这个方挂掌 其实 九星水法 说白了 就是一个 什么叫静阴静阳 什么叫九星方挂 把这两个 你掌握了 你就能够掌握了 九星水法的 大部分的逆绝了 在实践生活 在实践生活当中 你用的话 就不会用错 就不会用错 首先我们要懂得那讲 对挂掌握了 是不是那是有臭丁 正挂 太 某 未 毕 离挂 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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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敞挂 启 敍挂 子 成 鬼 潜挂 纳前甲 坤卦 纳以坤 迅 卦 迅心 更卦 更平 那么 这个纳甲分阴阳 怎么封 这个纳甲分阴阳怎么封 按先天八卦来封 按先天八卦来封阴阳 先天八卦 说白了就 潜坤 别卡 也就是说 这是个 违阳 其他的 违阴 这样来封阴阳 九星 水法 的阴阳就封出来了 九星水法的 阴阳就封出来了 要根据这一个 你就能推出 二十四三阴阳 懂得吗 你们以前 你们以前学我 这个 阳宅风水 中级班啊 学阳宅风水 中级班的时候 我就讲过 二十四三阴阳 其实我没有告诉你们 这二十四三阴阳 是怎么 推出来的 那么我在阴宅 这个班里面就告诉你们 利用纳甲 利用纳甲 利用先天八卦 来封出阴阳 就可以封出 这二十四场阴阳 你看 四有九丁 属阴 亥马未根 也属阴 以武徐任 属阳 生子成鬼 属阳 对不对 看到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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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阴阳 懂了没 懂了往下走啊 就是九星水法 第一个要懂得 什么叫尽阴尽阳 第二个要懂得 方挂掌 懂得这两个就好 现在可以教你们 什么叫尽阴尽阳 这个懂了没 懂了打个一 谢谢 嗯 懂了打个一哦 不懂了就问 哈喽 听到没有 大家都睡着了 好吧 就科之电子 尼诺千金 好吧 好 反正九星水法 第一个要懂得什么叫尽阴尽阳 第二个要懂得什么叫方挂掌 懂得这两个就好 现在先讲什么叫尽阴尽阳 尽阴尽阳 它是基础啊 好 刚才你们都知道二十四上有阴阳了 对不对 二十四上有阴阳了 好 当你看一个外局的时候 现在教你们怎么看风水了哦 当你们看一个外局的时候 找到这个坟间 顶顶尖底下楼盘 顶顶尖底下楼盘 好 地盘阁阁阳 天旁那水 这是一个概念 地盘阁阁阳 天旁那水 也是一个概念 楼盘永远放在这个坟间上 放在这个坟间上 OK 那么这个坟一来 有血腥 对不对 远一点 有父母伤 再远一点 少祖方 这个时候怎么隔龙呢 为什么要隔龙呢 因为 九星水法看外局的时候 用九星水法看外局的时候 请记住两句话 请记住两句话 鹰龙入手 鹰龙入手 利鹰相 收鹰水 消羊水 鹰龙入手 鹰龙入手 利鹰相 收鹰水 消羊水 这第一句话要记住的 这个用地盘 这个用地盘 这个用天盘 这个用天盘 也要记住 第一句话 一定要记住 鹰龙入手 利鹰相 收鹰水 消羊水 第二句话 反过来 羊鹰龙入手 羊龙入手 羊龙入手 利鹰相 收羊水 收羊水 消鹰水 羊 羊 羊 鹰 这两句话 听懂了没 听懂了 请点个赞 我往下走 比例子给你们 不管是收鹰水 还是收羊水 都要收极方的水 这又有一个区别 又有一个区别 等一下你懂得方挂掌 之后 你马上就知道 什么方位 是极的 什么方位 是松的 你就能够知道了 就能够知道了 这是两句话 要记住的 那么怎么样知道 什么是 鹰龙入手 利鹰相 消鹰水 就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 那甲 把那甲排好 把那甲排好 按先天八卦来封阴阳 乾坤坎尼为阳 乾坤坎尼为阳 正训 其他的七个卦为阴 七个卦为阴 然后呢 由那那个那甲来封出 二十四张一阳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阳龙 还是阴龙了 怎么隔呢 怎么隔呢 怎么隔龙呢 隔龙很简单 阴龙入手 主要是 在这里下楼旁 在坟间下楼旁 用地盘隔最高的点 父母上最高的点 在坟间下楼旁 用地盘隔 父母上最高的点 这样来隔 这样来隔 有些人会在树渊里面下楼旁 这个父母上和血腥中间 两旧山的中间的山峡下楼旁 这个我保留我的态度 我保留我的观点 我还是认为 在这个血位的中心点下楼旁 用天旁 用地旁 来观察它最高的点 这样来隔龙 这么一隔你就出来了 这个阴龙还是阳龙 你就知道了 是阳龙 对不对 那么就立阳相 纳阳水 消阴水 就这么一隔 就隔出来 这个龙是阴龙 那么阴龙又少 阁 立阴相 纳阴水 消阳水 就这样两句话 这么来用 两句话 这么来用 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 再举个例子 骇龙入手 这叫骇龙入手 骇龙 骇龙 骇龙未根 是不是正挂的纳甲 正挂的纳甲 是不是属阴 这叫阴龙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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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它要立相 立什么相 对吧 肯定要立阴相啊 立阴相啊 对啊 立阴相啊 任伤 丙相 比如说 任伤 丙相 是不是丙相 丙 更挂 那更丙 为丙 对不对 更挂 那更丙 为丙 说立 丙相 立任伤 丙相 这个是可以的 骇龙入手 立任伤 丙相 这个 阴龙入手 立阴相 那么立完阴相之后 水怎么收呢 那哪里呢 消哪里呢 那哪里 消哪里呢 比如说 更方来水嘛 对不对 更方来水 骇某未根 正挂那甲 是不是属阴 对不对 说说 那阴水 消什么 消阳水 那么哪个地方是阳水啊 城方好不好 对不对 很好嘛 北东 南西嘛 对啊 那城水嘛 对没错 消城水嘛 消阳水嘛 身子 城腿 是不是 砍挂的 马甲 砍挂 属阳 城 也属阳 这个就用天旁来看 天旁来看 就用地旁来看 地旁来看 这个是 静阴静阳的 道理 静阴静阳的 道理 静阴静阳的 道理 但很多时候 你就得问他 为什么 纳根 为什么消城 刚才说到什么 一白天狼 一白天狼 二黑巨门 必须有什么用 一白贪狼 一白贪狼 二黑巨门 商壁 陆存 四五六七八 对不对 那你刚才讲地旁有什么用 这才九星水法的 中心 核心所在 静阴静阳是一个 那么 我纳的这个 根方的来水 到底是 灯狼水啊 还是巨门水 是陆存水啊 还是文曲水 是联征水啊 还是无曲水 不知道对不对 那怎么才知道 那么消的这个成方 成方消的水 是消在 灯狼方啊 还是在巨门方 还是在陆存方 还不知道吧 这个时候呢 就用到方挂着 来判断 因为这八星里面 说是九星水法 这八星啊 这八星里面 它都有 极松积分的 它都有 极松积分的 纳水的时候 一定要纳在极方 消水的时候 一定要消在松方 纳水的时候 纳在极方 消水的时候 一定要消在松方 它们这里是有 极松积分的 有极松积分的 我直接告诉你们了 什么去挤什么去松啊 一百汤栏木 一百汤栏木 是极的 二黑 巨门土 是极的 三地 陆存土 是松的 四绿 蒙昌水 也是松的 五黄林 莲珍火 也是松的 六百五起 极的 七次 破军水 是松的 八百 左术右臂土 是极的 所以说 这八星里面 有四个极星 有四个松星 等到这里 静音静阳 就基本上讲完了 就开始讲方挂掌了 懂了没 懂的话真的点个赞哦 我这个话 我外面 还要往下面讲咯 懂的话点个赞哦 他有几个人懂 我都往下面走了 点个赞 谢谢 hello 都不在 都不在线了 都挂在机啊 都挂在机啊 ok ok 好嘞 下轴 好 先减减这个菊 先减减这个菊 为什么说它那 根方来水 销成方来水 唯一极呢 是极的呢 为什么呢 我们从方挂掌上来看 为什么是极啊 我们从方挂掌上来看 为什么是极啊 方挂掌 你们打开 我发给你们的这个 群里面发给你们这个表 这个表 来吧 发给你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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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图啊 这个一栏表 九星水法 辅星方挂掘 一栏表 这是另外一个老师做的 做得挺不错 我就把它拿来用了 拿来主意吧 拿来主意吧 怎么看呢 首先你们看 最上面这一行 最上面这一行 不会写着地旁吗 最上面这一行 不会写着地旁吗 也就是这一行 写着天旁吗 也就是最上面这一行 是用地旁来量的 下面这几行 都是用天旁来纳水的 也就是说 上面这一行 是看的是用地旁看立项 上面这一行 是用地旁看立项 下面这些 所有的行 第一行之外 所有的行都是用天旁看的纳水方向 好 从这个表里面 你马上就能查得到啊 韧山丙相 对不对 韧山丙相 韧山丙相 是不是在 第一行耿饼这里 第一行的第二列 第一行的第二列 写着丙更 两个字 比如说 你立丙相 立更相 立丙相 立更相 的时候 立丙相 立更相的时候 羹筋 往下面查 羹筋是水什么 亥某味羹 属于 汤朗水 你们查这个 亥某味羹 属于 汤朗水 汤朗水 一百汤朗水 是不是吉利的水啊 对不对 是吉利的水嘛 以后乘呢 生子成鬼 再查这个表 生子成鬼 第一行 第二列 看第一行第二列的交接这里 生子成鬼 生子成鬼是属于 露存水啊 露存水 是不是不好呢 山丙露存水 属于露存水 这个就是 查图就能知道 它在九情水法里面 它到底属于 汤朗水啊 还是属于露存水的 汤朗水啊 还是属于露存水的 再说一次 看不懂 一白二黑三帝 十六 五黄六白 七次八白 这个急的急的 松的松的 松的急的 这个九星水 然后刚才这个是 任山 丙相 从跟方来水 乘方去水 那为什么它叫汤郎水呢 因为汤郎水是急的嘛 要纳急水嘛 消松水 这个是 鹿存水啊 鹿存水 鹿存方 所以它这个是急的 这是松的 这个纳水是OK的 OK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可以查表来看 查表来看 这个表里面 它不是说有这个东西的吗 一个 两个 对不对 三个 四个 四游丑丁 四游丑丁 饼梁耿 这第一行啊 第一行 第一行 饼耿 心 逊 害毛 位 根 害毛 位 根 这第一行 这第一行 因为第一行里面 它的第二行 为什么我只要第二行呢 为什么只要这一行呢 不要这一行 不要这一行呢 因为你看 它立的是丙项 它立的是丙项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要这一行来找 这一行来找 这一行来找 它这里不会写的很多吗 饼根 心讯 假钱 一起写了很多嘛 写了很多嘛 写了很多 四游丑丁 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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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根 有很多嘛 那你要查这个表嘛 查到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其实拥有一栏 是怎么写的 这是根经嘛 害毛位根 害毛位根 现在哪一栏 害毛位根 在倒数 第三行 一二三 大数第三 害毛位根 正挂 对不对 在正挂 这一栏 害 毛 为根 刚好 那水就纳在这里 那这里 一查这个表 这里 这边不会写的 汤狼生气 这里写的汤狼生气 这个表嘛 在最右边 最右边不写的汤狼生气 比如说 当你纳的水 出去根方的时候 没有文取啊 腹病 入存 巨门 汤狼连针 破均 五曲 一二三四 五六七 是没有文取哦 表示没有文取 哦 他就比如还没文取吧 我补回来到这 OK 他说的骨头 没事 反正道理都是这样 道理都是这样 道理都是这样 那么成方呢 成方又出于什么水 生子成鬼嘛 生子成鬼 在这里最后一个 生子成鬼嘛 他来自成方 水来自 消去成方 查这个表最右边 它属于什么 属于露存祸害 祸祸祸害 所谓露存祸害 所以它是松的 所以说呢 效于松方是对的 效于松方是对的 这节目来看 这就是方挂掌 这就是方挂掌 第一 方挂掌 第一个懂得这八星的吉松 纳水从吉方来 消水从松方去 这是第一个要知道的 第一个懂得查这个表 这个表呢 首先你要知道立象 立的什么象 从你来看 到底立的哪个象 如果是立的丙象 就查这一列 如果立的是心象 查这一列 如果立的是卯象 查这一列 如果立的是有象 查这一列 进入来查 查完之后呢 你再看 这个水消于哪里 消于根根 纳于根哪里 纳于根根方 用天旁来看 纳于根方 所以你得看 根在哪 根在这个框框 好 根在这个框框 我从这个框框 往右边再来查 它属于什么水 就知道 这个水是松 还是极了 讲到这里 明白了没 讲这里 明白了没 再举个例子 你们就懂哦 再举个例子给你们 生龙又少 生龙又少 我们说是生龙又少 那么生龙又少 生子成鬼 那以砍卦 砍卦为羊 对不对 砍卦为羊 好 生 那么我可以立个假象 属羊嘛 假象也属羊嘛 对不对 庚伤假象嘛 庚伤假象 庚伤假象 那么收水 怎么纳水呢 从坤来 流向害 坤 呃 那以坤 以坤 那以坤卦 这个是属羊的嘛 对不对 害卯为羊 属正卦 那个属羊的 首先 净羊 净羊 这个 符合条件嘛 要羊的 都是羊 一个是羊 要羊的 要都是羊 一个是羊 就好了 就是说 你的 龙又少 龙又少 立相 纳水的相 都要是 都要是 同样是阴的 或同样是羊的 就好了 只有萧水的 这一方 是跟 前面这三个 阴阳相反 阴阳相反 OK 那么 阴阳是同啦 阴阳是 一致啦 那么 吉松 是否是一致呢 对不对 你除了要考虑 阴阳一致之外 还要考虑 除了考虑 阴阳一致之外 还要考虑 吉松也要一致啊 所以这个时候用到方挂枕啊 所以用到方挂枕啊 然后呢 再查这个方挂表嘛 再查这个方挂表嘛 这整个印材真的好累哦 立甲相对不对 立甲相 这个表里面最边边的 这表里面最边边那一列 立甲相嘛 而坤在哪啊 以坤以坤嘛 以坤 从这里来看 从最右边来看 它这属于巨猛的水 而亥卯未耕呢 亥卯未耕 亥卯未耕是入存水 而使用入存水 太 卯未耕 至于入存水 所以说呢 它那一句 那句蒙方向的水 这是几粒的 销在路存方 这是松方 这是对的 等到这里 这两个例子 懂了没 因为下面还有内容的啊 现在要懂 先懂这个 懂了吗 懂了没 懂了没 懂了点啊 是啊是懂了点 一开始是懂了点 但起码这个思路要懂啊 这个思路要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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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九千水法 我能够把它给融合成这两点 我都觉得我很聪明啊 昆不是淫卦啊 前昆 坎尼为阳卦 叫先天八卦啊 所谓先天八卦啊 先天八卦啊 周光亮朵啊 所以我是师父 你说啊 我当时 我接到要教 阴宅风水的时候 我头也大的 不知道怎么教 不知道怎么教 你看一个九千水法 有些师傅 专门教九千水法的话 他能讲个三天两页 他能讲个三天两页 但我要用一个小时来讲 九千水法 我应该怎么讲 我就想到了这个 我就想到了这个 因为我的教学的理念是 因为我的教学的理念是 你们学了我的课程 你们去用 最起码不会错 这是最起码的一个标准 不要说做到大富大贵 那起码做到不会错 就OK了 因为现在很多外面的师傅 都没有你们在学的内容有用 那么你们在实践的当中 你们在实验的当中 你们在实验的当中 你们会发现用地盘格笼的时候 用地盘格笼的时候 你会发现什么 用地盘去格笼的时候 你没发现问题 但平原的时候你怎么格 借笼你怎么格 平原根本就没凸起的 很多时候 平原一凸那就好挑了 对不对 平原一凸那就好挑了 但很多平原是说没有凸起的 你怎么办 这个时候还用到 就是平原里面的墓穴 没有很难找到有凸起的一方 就是没有来容 没有来容 这个时候可以在你认为的 融入手的地方 做一块石头 这个石头就能有大一点的 最起码有多大呢 0.5立方 最起码的0.5立方 在平原的地方 在龙入手的地方 安一块石头进去 安一块石头进去 要用呼龙的方法 要用呼龙法 把龙呼过来 以这块石头作为龙入手 以这块石头作为龙入手 大家要知道这个方法 以后呼龙这个法 在高级帮教你们 在高级帮教你们 你们看很多微信视频 也会有人在呼龙 这里唱啊喊啊 其实也是一种呼龙的方法 还是呼龙的方法 呼龙的方法 这些一个技巧 现在后面讲技巧 因为九行水法 就那么点东西 静音静阳 翻挂掌 就那两点东西 剩下的就是讲一些技巧 用九行水法做事的一种技巧 然后来水出水 来水第一要选巨门 第二选汤郎 第三选武曲 第四 才选这个左腐右臂 请记住啊 来水第一要选巨门来水 第二选汤郎来水 第三才选武曲来水 第四才选腐壁来水 去水第一要首选的是破君去水 第二首选的是连针去水 第三文曲去水 第四滤唇去水 这个请记住啊 这个请记住 这个请记住 反正呢 一定要吉方来水 松方去水 记住这个就好了 这个就好了 ok 那么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比如说 举个例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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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水而来 对不对 水的方向 水的方向 由水而来 啊 立五项 安 五项 阴五须任 纳离挂 是不是属羊 对不对 阴五须任 温舞虚任 那离挂 是不是属羊 是不是属羊 耐水要属羊 辣水要属羊 嗯,这样吧 笔记这么长了 按笔记来写 我不动脑子 生 根 生属阴 根属阴 生属阳 生子成鬼 那于管卦 迅 按静阴静阳的理论 我立了阳相 我纳水 纳阳水 消水 消阴 阴水 这是对的 但很多时候你们发现哦 承训氏 在二十四档里面 承训氏 承训 是紧挨在一起的 紧挨在一起的 嗯,然后呢 更有心 也基本上挨在一起 很多时候你就 到底会纳到这个水啊 还是纳到这个水呢 还是消到这个水呢 消到 这是松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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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会不会纳到它这个水呢 很容易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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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时候啊 你要在这里啊 用石头把它挡一挡 用土堆把它挡一挡 或者说用树木把它挡一挡 这里也是一样 把它给挡住 把这边给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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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楼盘不管你怎么下 都不会弄到这个松方来的 这是一个技巧 啊 要拿 石头 土堆 或者说 呃 树木 来把松方给挡住 流出极方来 就OK了 这是一个技巧啊 因为你在 呃 纳水的时候 连纳水的时候 或者连 去水的时候啊 你们就发现 它们两个山靠得太近 它们两个山靠得这么近 你没办法 准确判断 到底 消在这里呢 还是纳在这里 没办法 放进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这一方 用东西给堵住 那么 那么 一来 就OK了 一凉 就OK了 这也是一个 呃 技巧性的东西吧 技巧性的东西 你们在现场的时候 应该可以 更加 深刻的 领悟到 更加深刻的 一样的 去水要弯曲啊 去水要弯曲啊 这是水要来 要弯弯曲曲 要过明潭 水来要弯弯曲曲 要过明潭 水流不能够过于快速 不能够过于快速 水不能够积内 积松 积背 都不能够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哪一个文派都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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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水啊 来 和去 来 和去 要以视线内 看见的为主 请记住这句话 以视线内 看见的为主 啊 所以你站在 这个 缝尖上 在那个缝尖上 以你视线内 看到的为主 呃 对不对 弯弯曲 这么来 弯弯曲 这么来 那我到底 要这一段呢 还是要这一段 还是要这一段 是不是也有疑问 对不对 是不是也有疑问 啊 所以说那一句话 以视线内 范围的为主 是怎么看呢 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 这一段好 就这一段好 那么这两段 就不会把它挡住 一挡住的话 挡哪里 就算哪里 所以说如果 一二三 我在三个里 用石头挡住了 那你只能量这里 你就不能够考虑这里 或者说如果 我在二这里挡住了 我就得量二这里 如果现在三这里 有一这里 有挡住了 我就连一这里 是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懂不懂 这个道理懂不懂 不懂的话你就搞不出来啊 朝三以暗三 方向上有什么 这个阴 像阴朝暗三还是阴朝长三 好 那是另外一个考虑 另外一个考虑 立向的一个方法 立向的一个方法 OK 这些点辣水 OK 就讲到这里吧 有些水法 大概就这些东西了 大概就这些东西了 有些水法 一个静音静阳 一个懂得翻挂掌 剩下的就是 一些技巧这些东西 一些技巧 OK 好吧 先到这里吧 OK 好 那今天讲课就到这里吧 因为毕竟是周六 大家好好的休息 当然休息也不要忘了 这个把今天的课程 做好笔记 好 我们下周 下周五 八点钟 我们再见吧 哦 下周二 下周二就有第三课了 好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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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